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 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同他到亚西亚去的,有毕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 贴萨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 还有特币人该游,并提摩泰。 又有亚西亚人推击鼓和特罗菲摩。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过了除教的日子, 我们从菲利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 在那里住了七天。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竹。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游推谷, 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 少年人睡熟了, 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扶起他来, 已经死了。 保罗下去, 扶在他身上, 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发慌,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 掰饼吃了, 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有人把那筒子活活地领来, 得的安慰不小。 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米推利尼, 从那里开船。 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 又次日在撒摩靠岸, 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 免得在亚西亚担言。 他急忙前走, 罢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亡以弗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凡是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 凡于你们有意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下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正, 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德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常攻击我和同仁的需要,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寿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 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 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